亮仔 打抬球成为高手必看的七个小技巧 技巧一 小角度贴裤球 中杆轻退就是最准的干法 利用裤边的这条直线 在瞄准时去感知母球边缘 在撞击这条线的同时 刚好也能接触到目标球 这样就能轻松地将球打进 技巧二 可以贴裤球 当有贴裤球位于裤边中间 靠中带位置时 如果旁边有球能进底带 应该要尽快将白球调整到适合角度 用中低杆打进这个球的同时 将贴裤球K离裤边 技巧三 带口走位 遇到带口球想要走位 新手往往会使用高杆 但高杆越强烈 白球越走不上去 因为打进球后 白球会很快碰到裤边被反弹 高杆的旋转反而让反弹的力抵消了 正确的干法是用中低杆 击打目标球一半的位置 这样就能很轻松地吃两库后 较打黑球的位置 技巧四 摆自由球规则 以前规则 摆放自由球时 白球与目标球 需要有一颗球以上的距离 现在规则 摆放白球 不需要有一颗球的距离 如果遇到贴裤球 可以这么摆 容易进 技巧五 跳子球 红球进球线路被阻挡了 直接击打会碰到障碍球 此时需要微微抬高杆尾 击打白球中低点位 白球就会先起跳一点点 砸到红球上 让红球跳起 越过障碍球近带 技巧六 凤眼手架 抬起食指 卡进球杆 大拇指指负贴住中指的第二个关节 然后食指弯曲 扣住大拇指 形成封闭的手架 这种手架适用于大头杆 打强烈干法时使用 技巧七 富贵显中球 这种球直接打 白球基本都会近带犯规 可以抬高后手 中杆大力击打 就可以让白球在带口 潇洒走一回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下课